轟6K 来请教立将军 轟6K性能可以强过战斧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战争模式 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也可以目标到关岛 轟6K如果在挂 中国的长剑20寻翼飞弹 长剑20呢 它的射程可以超过2500公里 那打击距离呢 再加上轟6K本身的作战半径 打击距离6000公里啊 可以射很远啊 可以目标很远啊 而且呢长剑20的导弹 它的巡航速度呢 是到0.7马赫 重点是它的这个吸弹量很大 它可以带500公斤的常规弹头 它也可以换成高炮弹头 子母弹 钻地弹 等于是能挂载一枚 25万当量的核弹头 其实这个长剑20 它是巡异飞弹 我们要带所谓飞弹 有好几种形式嘛 所以弹道飞弹 就是打到外太空以后 然后再回落回大气层 那要弹道飞弹 然后我们有听过这个东风 像东风实际是超高音速的导弹 它也是打到外太空以后 然后利用它追击水漂的方式 让敌人不能够很难拦截 然后返回大气层以后打击目标 那这长剑20是属于巡异飞弹 它是在大气层里面飞 在大气层里面飞的话 就会碰到空气阻力 那空气阻力来讲的话 当然它速度就不像是打到外太空 说是超高音速 所以它不是超高音速 也不是高音速 它只有0.7马赫 但是它这种飞弹是什么 它可以 就是你事先 所谓巡弹飞弹 你把它事先 你要飞行的路线什么 我都帮你输进去了 那前半段来讲 它会惯性导引 自己朝目标 那个方向飞过去 甚至于如果 说是在路上来讲的话 它像美国的这种战斧巡弹飞弹 就是这种性质 它可以绕过地形 顺着地形飞 等于在这个路上开一辆 小汽车小飞机一样 绕过所有高楼大厦 或认识说 下面这个是大直桥 那边这个是哪一座山 那个是海霸王餐厅 然后就再往 沿着中山北路 就到总统府去了 它可以有这种辨识系统 所以它是顺着这种飞 它可以利用地形来掩蔽自己 然后如果说是 它终端来讲 就最后那一端来讲的话 它可以自己就是说 不接受 你要干扰它就不容易了 它会主动辨识目标 就认出来 你用电视镜头 用图形的这种认识 我要打击的目标 比如我要打军舰来讲的话 它就认出来 这艘是福特号 这艘是什么 是哪一艘驱逐舰 或干什么 它可以辨识出来 它会去打高价值的目标 那这种巡异飞战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挂在轰6K 来讲很明显的 这个它的性能 在作战上面运用来讲 解放军是用在反介入 跟这个区域拒止的一个战争方面 也就是说 它虽然说是可以打到关岛没错 但是它很明显的 当这种飞机来讲 你看它的射程可以到达 它本身来讲有2500公里 也就是说 我这个飞机飞的距离 我发射导弹的距离 可以在你的战机拦截的距离之外 我就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那我战机就可以很安全的返航了 然后这颗飞战自己飞个2500公里 去追你的这种航空母舰来打 所以可以保证轰6K 就是发射平台的一个安全 因为它在你的战机来讲 美军的导弹 或者是它的 大概都是一两千公里 所以它在发射完以后 它就回头走了 所以它不但可以打很远 而可以确保它的轰6K的安全 那我个人认为说是 这种武器来讲 很明显的就是解放军用在 如果说是它要武统台湾的话 就是反介入 就是区域巨址的作战来讲的话 巨址美军来介入第一岛链的这种 不管是对台动武 或者其他军事纠纷来讲的话 在这方面的打击力是很强的 总结一下丽将军所说 轰6K加上长天20的目标 就是不是打关岛是打从关岛那边出来的 任何美军的航母 各位看懂了吗 那接下来美国也知道啊 中国大陆的这些 不论现在海警就已经这么强了 那它怎么办呢 大家还记得这个猪瓦特级号驱逐舰吗 逆踪的那一艘请教帅将军 之前说要装那个炮 没办法装 所以它把最先进的这个舰炮系统拔了 拔了之后 得装别的武器吧 它说现在要改装一个新的 叫做这个CPS高音速打击飞弹 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说进行了一个叫做 The end to the end 端到端的飞行测试 据说飞行测试成功了 这好像两年前就开始测试了 它是一个常规快速打击武器 它就是意思就是说 它是两极式的飞弹 下极呢是固体火箭式的引擎 然后上极呢整流罩里面 用一个通用的高超音速滑翔液体 然后它有独特的气动外形 据说它长得很像飞镖 它可以在高层的这个大气里面 可控滑翔 但问题是美军做的这些东西啊 贵还有更贵 光是这个珠瓦特级驱逐舰就已经天价 它再给它装一个更天价的这个飞弹 一发五千多万美元 大概三四亿人民币 但是呢据说东风时期 它价格大概就一千多万人民币 这个等于是三四亿PK一千多万 美国什么东西都贵 太贵了 材料贵工人贵技术贵 商人赚的钱更多 因为它不是国家的 政客的Commission贵 所以这样讲 它为什么搞这个 因为中国大陆发展这个水漂式的 高音速的超高音速飞弹 美国很丢脸 它很早也在研发 都不太成功 这个只是说 它这个只成功了起飞 就是发射成功 你的意思是 发射成功是第一阶段 因为你发射不成功 半路就爆掉了 对不对 何况它这里面前半截是固体 固体的这个燃料 固体燃料好处就是说 启动的时候很快 一点就着 液体的可能还麻烦一点 那问题是说 你要在天上滑翔的导引系统 跟你最后锁定目标的 瞄准系统 中国已经领先很多年了 这个陈伯飞已经出来好几年了 是的 而且命中率也试过了 你这个只是 是因为现在那个 你讲的那个叫什么船 这个 朱瓦特机枝竹间 朱瓦特已经快要 能为美国要报废的船了 对 因为它发展出来以后不能用 它的三船体 船舱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 你知道吗 你每个都是薄薄的舰体 中间没有空间了 军舰里面要很大的容量 气动机了 发燃机了 船动轴了 武器舱了 你三个船体看起来是很流行性快 可能航行的快一点 但是作战能力就差很多 所以我觉得它是废物利用 废物利用 因为这个东西 你装到 你这个飞弹半成品 只能说发射飞行成功 一个军事装备 成军是说 我已经全套装上去 已经测试成功 能够发挥战力 而且还要物美价廉 它现在离成军的条件还很差 第一个你很贵 第二个后半段的导引 是不是能够成功 第三个 这个舰跟这个飞弹 是不是很合 我还深表怀疑了 是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